中国国民党24号上午举行中常会 国民党2024台湾大选参选人侯友宜宣布 副手搭档为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少康 会后两人前往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登记参选 同一时间台湾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一携副手民众党立委吴欣颖登记参选 纷扰多时的蓝白河从曾经一度露出曙光 到最后不欢而散终于落下帷梦 那主要的原因来讲的话就是呢 因为彼此都想要当政的 欧想要当政的 柯也想要当政的 没有人愿意去退一步 这个也凸显出政治人物 他考量的一个部分还是自己本身的利益 跟政党的一个利益 所以利益摆不平 要合作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两党的一个DNA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 那所以呢两党的一个理念也未必完全相同 在蓝白协商的这几个礼拜之间 双方都借由这个高来高去 拉高调子 希望能够去争取跟对方博弈 跟谈判的一个筹码 那所以呢彼此是没有互信的 加上18号 柯文哲被认为是背离这样的一个 15号的六点协议 那所以呢双方的互信就跌到了冰点 那加上昨天的那个最后的一个会晤 基本上大家已经剑拔奴章 然后互相开始批评跟对骂 那所以呢最后只能够个别参选 坦白讲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急的 那但是呢以柯文哲现今的一个实力 要跟加大业大的一个国民党去做权力的一个抗衡 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悬念 即便他的政治魅力是赢侯友宜 那但是呢侯友宜 国民党还是某种程度加大业大 而且呢副手赵绍康的一个战力 会比柯文哲的副手 吴欣赢这个战力要强得多 赵绍康的攻击火力是强的 战力也是强的 议题操作的一个能力也是强的 谋略性也是强的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赵绍康很明显的就可以牵制柯文哲 但是呢 柯文哲的一个政治魅力 坦白讲要比侯友宜强得多 赵绍康如果政治魅力比侯友宜强太多的话 那侯友宜作为主帅的一个光芒 也有可能会被赵绍康照不见 从现阶段的一个民调的一个趋势来做分析的话 侯友宜跟柯文哲 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在伯仲之间 也就是说呢 他们的民调支持度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麻花状的一个态势 没有一个人能够大幅的甩开他的对手 那所以呢 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我会认为就是说 蓝白相互制衡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定是让整个赖清德当选 因为蓝白会相互扯票 当蓝白相互扯票的一个时候 赖清德他的一个战略一定是 维持你侯友宜跟柯文哲阵营彼此之间的一种平衡 也就是说呢 如果谁冒出头 赖清德的战略就会去打那个领先的人 即便是蓝白的选民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他要做弃保的一个决策 也都会非常非常困难 你从历次民调可以看出来 其实相对多数民众对于民进党的一个执政 他其实信心是不足的 他也认为呢 民进党执政有相当程度的一个缺失 所以呢 在民调多次的一个显示 都有大概有六成的一个民意 他是希望明年能够政党轮替的 而民众也会认为就是呢 赖清德如果上台之后 两岸关系可能还是会持续 跌到一个冰点的一个状态 这个部分来讲话是 大多数的台湾民众 他不希望见到的 但是呢民进党执政之后 他建构了一个不利两岸关系 互动的氛围 那所以呢 国民党也受制在这个氛围上面 他针对相关两岸的议题 比较不敢去做勇敢 或明显的一种表态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议题 国民党要不然就是回避 要不然就是冷处理 国民党没有办法 在这个两岸议题上面 去建构他的一个话语权 那所以你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一次在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的一个提名名单 安全名单里面 似乎也没有两岸专业的人 在这个名单里面 那所以我才认为就是说 国民党他放弃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 对他的一个选举来讲的话 我觉得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局限性 第一个维度来说的话 就是说主帅他的人格特质 要不断地彰显出来 国民党作为第一大的在野党 你今天要攻击执政党 或攻击赖清德 你侯友宜作为主帅的攻击火力一定要强 所以他应该要建构一个在野第一勇 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侯友宜如何跟他的副手赵少康 去进行战略上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工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他们怎么样去进行攻守分配 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在短时间之内 去做一个厘清 好那第三个就是国民党县市长 如何跟侯友宜跟赵少康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略协作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除了是把柯文哲甩开的一个关键之外 也是能否形塑蓝绿政党对决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只要建构出蓝绿政党对决的一个氛围来讲的话 在气宝的一个面向上面 就会有相当程度的一种机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欢迎视 Ot苏